到美国之音VUA卫视新闻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过去这个周末展开围棋一周的九洋专案 在过近美东城市波士顿之后 今天抵达了多米尼加 之后还将前往海地和尼加拉瓜 过去十年来 中国在拉丁美洲积极投资和部署 经贸合作日益紧密 许多台湾的邦交国都是集中在这个地区 拉美地区在两岸外交关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中南美洲是否已经成为两岸关系外交角力的新战场 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老师 请邓教授来我们进行相关的分析 邓教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是的邓教授首先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 中国在过去这个十年来 在中南美洲这个拉丁美洲地区 积极的部署还有积极的投资 这个对马英九总统选择在这个时候出访他的三个友邦国家 那么这象征了这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您讲的很对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在这个拉丁美洲投资贸易大幅度的增加 在当地的影响业大幅度扩增 那么这一点当然是会对这个台湾在当地的外交会产生影响 不过在这个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呢 他提出了外交修兵活路外交 那么中国大陆是基于说这个九二共识一种各表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因此虽然他们没有正式表示接受马英九的这个所谓活路外交或外交修兵 但实际上来讲采取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态度 也是在外交上面修兵 所以过去的七年多以来 两岸在这个拉丁美洲 特别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 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稳定的状况 不过未来是如何 现在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揣测 不同的说法 那么这个是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是的 那么邓教授另外我想请问想再请教您 这一次马英九访问中南美洲呢 这个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呢 就是之前大家有人谈到说 在这个有可能在明年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 在这个有可能这个政党再次轮替之后 这个在这个地区有可能会出现 这个所谓的这个断交潮 那么您认为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 第一个这个就是因为我刚提到了 是这个九二共识为彼此的一个基础 所以外交修兵也好 活路外交也好都受到尊重 那么未来如果这个假设明年的这个 新任总统不接受这个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很可能在这方面 不再接受所谓的外交修兵 或者活路外交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方向 那就很可能产生 中国大陆在外交 在中美洲的外交上面大力的进去 不过当然了台湾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因为基本上来讲 在中美洲这些国家 长期以来跟这个台湾维持的 相当友好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因素 因为这终究是美国的后院 所以美国对于在中美洲 乃至于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活动上 他会相当的关注的 因此如果把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那么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这个平衡中国大陆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外交 可能的外交公式 不过我们可以预见就是在这个地区 某些国家是可能会 这个因为这个政党轮替 因为九二共识的不存在 可能会转变他们的外交承认 从这个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转变成为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有可能的 是的 最后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再请教的邓教授 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在这个地区 能不能和我们台南 中国在这个地区 它有什么样的利益 除了这个在经济上 它是在安全方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利益 还有这对台湾的外交关系 或者台湾的外交空间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目前中国大陆在中美 我之前讲的中美洲地区 它最重要的就是交通运输 比如说尼加拉瓜段运河 这是湿的运河 另外也有周边的国家 希望建立铁路线 这我们称为干运河 那么这个是目前来讲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 进一步拓展他们的影响力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 这个贸易的关系 也是另外一个因素了 不过我想最重要还是在这方面 刚刚提到的交通运输的建设 未来中国大陆 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发展 是的 那么对台湾的这个外交的空间 会产生影响吗 当然是会发生影响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 外交系教授邓忠坚老师 接受美国之音VUF